应当台湾新偶像男团金卢小!住进不前进旅馆! 切晓金家的旅馆预告!图华纳兄弟,20101804.20! 集合张亭胡、红颜祥、林克轩等多位年轻演员,另显主演的惊吓喜剧电影《切晓金家的旅馆》,公布最新闲岛预告与海报,三人经历两个多月朝夕相处的拍摄,培养出绝佳默契,剧组更笑称他们是台湾新偶像男团金卢小! 切晓金、鲁群、小公主 该片故事叙述染住一头金发的万年高中生、切晓金、张亭胡! 是,准备迈向高中生活的第五年,就在转学的第一天,因错阳差地救了人称小公主的徐丽汉、红颜祥! 是,与性格阴暗的鲁群、林赫轩! 是,因而得罪了学校的大流氓蝙蝠,为了躲避蝙蝠帮的霸凌,鲁群与小公主应是跟住小金返乡,一起回到他一直不愿再接近的家族温泉旅馆! 当三人抵达地处偏僻的旅馆,发现与网站上每轮美奂的描述截然不同,破破烂烂外加气氛诡异,更可怕的是,他们发现这间破旅馆不前进 小金怕鬼,但让他更害怕的是,如果祖父母有个妄一,自己势必得接受扛下旅馆经营的重则 这样的念头逼得小金和两个不劳考的同学,在短短时间之内,形成一个奇怪的命运共同体,被迫一步步追查线索,解开重重谜团 切小金家的旅馆海报,图华纳兄弟,20101804.20